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這個大年初五的晚上 我們可以再次 苦福在你的面前 去思想你的國和你的義 多謝你讓我們有機會一起去敬拜你 現在有機會通過一本 好像很熟悉,其實又不多熟悉的書 再去明白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求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精神、有專注 可以在以下的小事裡 一起去閱讀、研讀約書阿記 讓我們離開的時候 可以更加清晰看見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再次多謝你 我們這樣祈禱去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們 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 《基督自保晉藏舊約》 已經是第五講 之前五個月 我們是讀完了《摩西五經》 我們都用了每個月一本 現在去到第六本 第六本就是《約書阿記》 我們仍然記住 我們現在在看的是《舊約聖經》 或者現在我們當中 都有些新的面孔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用一個很特殊的方法 或者是角度去明白 《舊約》和《新約》的分別 你看不見的 樹幹才是在上面的 我們可以這樣說 《舊約聖經》是那個樹根 而《新約聖經》是那個樹幹 我們現在是活在土地以上的樹幹 我們不會走回去抓住一些舊約的東西 但你也不可以說舊約和新約沒有關係 因為它們是同一棵樹 正如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是你在舊約的時候 你發現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需要一隻如月節的羔羊 但今天我們來到教會 我們不會拿著個如月節羔羊 我們不會在如月節那時候吃羊的 相反我們高舉的是主要數幾十字架 因為這個是影子 這個是最終的實體 今天有了實體 我們再不需要回到影子那裏 同樣東西 今天我們去看《約書下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約書下記》有些主題 是你和我今天不會再重複去做的 包括聖戰 打聖戰 因為他們要進加南 也包括他們很講的地的重要性 死都要揮著地 我們今天可能香港人都是揮著地的 不過再不是中東那一塊地 那一塊地再不重要的 我們在期待的是 耶穌基督為我們預備的新天新地 所以我們用一個這樣的影子 和實體的眼光去看 我們不可以直接讀完《約書下記》 如何去形容 當然我們這個不是為了講座而講座的講座 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在一起讀聖經 我們有一群弟兄姊妹 百多二百個 一起希望在兩年之內 看完整本《新舊約》的聖經 所以我們不是為了要有些知識 所以在聽這個《新舊約》的講座 而是我們在追求天國 如果你之前有在我們當中一段時間 你也知道我們有幾個數目 是代表了我們的異象 十二、十八、二十 還有一個11.2km per second 這代表了什麼呢?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教會裡面 所有十二歲 即是如果你在我們教會長大 去到十二歲 你起碼看完一次《新約》的聖經 去到十八歲 起碼看完一次《新舊約》的聖經 如果你在教會 在我們教會成為一個基督徒 希望你死之前 起碼看完二十次聖經 那其實是完全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一天看兩張聖經 你大概一年半可以看完一次聖經 如果你假設你不是特別年老 是信主的時候 你只要需要三十年 你就可以看完二十次聖經 希望大家在人生未見主面之前 你未看完二十次就不要死 因為你真的需要認識上帝 以至你有絕對的把握 去到天堂的門口 去到審判台前 知道你是屬於祂的 還有一個號碼 11.2km per second 那個在物理上叫做 Escale Velocity 即是你需要一個速率 去到這個速率 以至地心吸力 再無法影響你 無法吸於你 而你可以飛進太空 這個速率對我們來說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讀聖經到一個地步 真理融入我們的身體 以至我們可以飛奔 我們可以跑步 跑天路 我們再不是被這個世界所吸引 這個世界無法停止 停止我們的人生 是為天國而奔跑 這個是我們讀聖經最終的目的 就不是被你在世界上道路亨通 你會聽到 讀《約書下記》裏面 很多時候 《約書下記》都會說道路亨通 他當然不是在想你 在想那些 他不是在想事業的道路亨通 生活的道路亨通 完全不是在想這些 所以你一直把《約書下記》 變成金句應用在生命裏面 那你就大劑了 就錯了 我們一定要用一個天路客的眼光去明白 因為我們時間很短 可能一個多小時 我要把這本書濃縮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聽不完 或者記不完很多東西 都不要緊 因為所有的東西 我會放回在《真理廚房》的YouTube頻道 你去到這個Trip Kitchen Dot 記住啊 最後TK的時候 你可以回去溫習 《約書下記》 是整本《聖經》第六本書 當你讀《約書下記》的時候 其實《約書下記》的作者 我們其實不太知道《約書下記》是究竟誰寫的 《約書下記》的作者 假設你已經看過《摩西五經》 所以你發覺在《約書下記》裡面 很多的主題其實都是通過《摩西五經》 從《摩西五經》那裡抽出來的 所以我們都要很快兩分鐘 去溫習之前五個月 我們學了關於《摩西五經》的東西 《創世記》五十章的《聖經》 我們將它用三點總結 《創世記》是說創造、墮落、救贖三部曲 如果你不記得 你可以回去網上再聽 在《創世記》裡面最重要的其中一點 這個有寫的 《阿巴拉罕》 《阿巴拉罕》的故事 《阿巴拉罕》是上帝所揀選的 《上帝與他納約》 《阿巴拉罕》的《約》 你會發現在《約書雅記》裡面 你看《創埃及記》 你以為他們最大的問題 是生活上的奴役 但是你繼續去看《創出你民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以色列人最大的問題 是偶像的問題 是埃及的偶像 仍然是跟著他們 我們會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但是埃及沒有離開以色列人 你明白嗎? 他人就出去了埃及 去了《里美記》、《文素記》、《生命記》 他已經出去了抗野 但是埃及的偶像不斷追隨著他們 他們仍然是抱著埃及的偶像 最重要的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都記得 就是金流族的故事 當摩西在山上的時候 他們說上帝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不如我們再做一個偶像 這個偶像其實是仿效出埃及記 埃及裡面的神明做出來 接著說不如叫他做耶和華 你明白嗎? 所有的東西到最後 不是身體上的奴役 而是他屬靈上的奴役 《里美記》告訴我們 上帝是一個聖結的君王 聖結君王保衛者 《里美人》祭司他們的重要角色 是什麼呢? 就是要保衛上帝的聖結 所以你會發現 在舊約聖經裡面很有趣的 當摩西最後從山上下來 看到他們的金牛族 摩西說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有誰在上帝的面前 於《里美人》走下來 那《里美人》要做什麼? 不是幫他祈禱 是拿刀殺人 殺那些明環不靈的以色列人 所以你會發現 《里美記》所說的這幫人 是要保衛上帝的聖結 如果你記得我們幾個月前 《里美記》的時候 我們說《里美記》當中所說的 很多很多都是禮儀結證的事情 但是在當中 又加插了兩段的故事 而這兩段故事都是講上帝的審判 一個在《里美記》第十章 講到阿倫兩個兒子做祭司 做自己不應該獻的獻祭 於是上帝把他們倆居了 另一個在《里美記》第二十四章 講到有一個以色列的婦人 還有一個埃及男人所生的兒子 集種不是一個問題 屬靈集種是一個問題 你明白我說的嗎? 他父親是埃及人不是一個問題 是這個年輕人不認識上主 以致祭祭司 即是我們說他詛咒上帝 這是一個問題 而講到兩個審判的故事 講到上帝是一個聖結的君王 如果你記得兩三個月之前 我們在樓上講的 第五樓講的 教會今天很需要回到《里美記》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不喜歡看《里美記》 不懂得怎麼看《里美記》 覺得是閒書來的 我們根本去敬拜的時候 不覺得上帝是一個聖結不可侵的君王 但《里美記》不只是說 《里美記》要保護著上帝的聖結 《里美記》的忠心 其實是耶和華的贖罪 The Day of Atonement 是耶和華為他們預備了一個拯救的羔羊 其實是兩隻 如果你記得 你可以回去聽我的加油站 有講過這個The Day of Atonement 所以原來在整個《里美記》的忠心 是上帝彰顯著他對罪人的愛 他知道他的聖結 罪人不能親近他 於是上帝自己幫他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上帝為我們預備了這個Day of Atonement 他的屬罪日要拯救他 他要我們來到我們的當中 當然這個需要人真正的迴轉 當我們去到文素記的時候 我們發覺文素記的主題就是 以色列人就是不會轉 他知道上帝 他應該知道上帝是聖結 他也知道上帝是慈愛 為我們預備了羔羊以至 我們可以與他親近言義 整個以色列人在抗野裡面是一個大的叛逆 他們本來幾個月就可以去到應許之地 但是因為他們的叛逆 那些探子的故事 記不記得嗎? 然後他們不相信 他們想回去埃及等等 結果是要創造了第二次 所謂文素記 就數了兩次人 而兩次是中間隔了38年 因為第一次數了人 就是想著要進入去應許之地 結果進不了 於是38年之後 二十歲以上所有的男人都死了 然後第二次再數人 為什麼? 第二次再來過 這是文素記 文素記的主題講到 他們是抗野中的大叛逆 《摩西五經》的最後一本書 非常之最重要 可能是舊月裡面最重要的一本書 就是《生命記》 《生命記》其實是摩西的講章 摩西最後呢 摩西進不了加南 因為他自己的一些憤怒 如果你回去看看 他只可以遙遠仰望 我不是說摩西跟天堂沒有關係 所以摩西絕對在那裡 但在整個故事裡面 摩西是進不了這個應許之地 只有兩個人在他那一代可以進到 一個是加勒 Caleb 另一個就是約書雅 約書雅就是摩西的跟班 那個小弟 而摩西自己只可以遙遠仰望 然後他進不了 在摩西要死之前 摩西就寫了這個生命記 或者是講到他的講章 在生命記裡面 你會發覺是很欲謹的 生命記是一個生死之間的講道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有一堂 就是生命記講道 在神學院裡面 我都跟我們的同學講 有一天你去講生命記 你不要跟我很悶地在講生命記神學 你要像摩西那麼欲謹才行 摩西是一個站在生死之間的一個人 在講道 truth life 你記得嗎 最重要的相對是選擇生命 不要再選擇偶像 那些偶像會令你滅亡 你一定要選擇生命 truth life truth obedience 信服耶和華 那你便是得到生命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是這樣聽我說生命記 你以為生命記又是另一本敬門的書 你以為生命記又是講禮儀法則 其實生命記是一個很好的牧者 在那裡叫那幫人因為他們就死了 叫他們choose life 你一定要選擇生命 所以我說有天我們去講道的時候 麻煩我們可以反映一下摩西當時的心情 那我們就講了一篇正確的道理 正如你講彼得一樣 或者你講寶羅一樣 寶羅的書上是充滿著熱情的 很多時候我們今天聽人家說寶羅是超悶的 在講神學 是和他鬥一大龍 但是你無法發揮到具種熱情 choose life Anyway 所有的摩西不經最終 都是影子來的 指向耶穌基督 我希望你記得這件事 好 講完摩西五經 我們現在進入耶穌基 我想和你讀多一些耶穌基 我想和你看耶穌基的開始 耶穌基的開始 耶穌基的開始是這樣 以色列人的地去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摩西死了 摩西死了真的不得了 因為摩西是帶他們出埃及的人 是和他們牧養了他們四十年在抗野裡面 現在摩西死了怎麼辦呢 於是上帝已經興起了約書雅的助手 他會帶他們過約旦 這些是很有趣的 因為摩西帶他們過紅海 現在約書雅帶他們過約旦 其實在約書雅記的第一部分 你會發現約書雅是一個新的摩西 他要做摩西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要帶他們進入以色列人的地 摩西不能進去 帶他們進去 說到這裡我想跟你說一聲 有神學家說其實約書雅記不太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去看生命記的最終 摩西已經假設他們會進去那個地方 只是警告他們進去之後 要繼續遵守上帝的律法 你明白嗎 或者遵守律法這件事 就是要他們敬拜優和 不要敬拜其他家臣 但是在摩西 所以有神學家說 其實摩西五經結束之後 應該可以直入史詩記 約書雅只不過是那條橋 the bridge 或者是那個transition 那個轉接點來的 約書雅是義賴 因為約書雅做很多事情都是重複摩西 只不過他是那條橋 踏入了史詩記 如果你有機會 下個月你回來聽史詩記 你看史詩記是怎麼開始的 史詩記就是約書雅死後 所以在約書雅記就是摩西死了 史詩記開始就約書雅死了 有一點點 約書雅記是多餘了一點 以拉命來的 摩西都已經說了他們會入到應去之地 入了之後是怎樣的 而史詩記就是他們入了應去之地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有很多人會覺得約書雅記不是很重要 無論你怎麼想約書雅記也好 因為他也是在重複摩西 重複有幾樣東西 你會發現 譬如說他猜遣這個探子 他又重複猜遣 摩西最後臨終的時候說了一篇勁道 你會發現去到約書雅 他臨終的時候 亦都是說了一篇很勁的道 亦都是呼籲大家和上帝再次立約等等 於是有人覺得這個叫double vision 其實你在看的仍然是摩西 不過摩西已經死了 接著有個摩西的影還在 其實不是很重要的影 不如跳去看這個史詩記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約書雅記本身 亦都有很重要的角色 當我們明白約書雅記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究因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今天我想和你們看約書雅記 如果你平時有聽我的家樂站 你應該知道我有個名堂 這個名堂叫做 《書劍恩仇進迦南》 《書劍恩仇進迦南》 什麼叫書? 《摩西文經》 《者律法書不可以離開你的口》 這個《律法書》是什麼? 講的《摩西文經》 尤其是《生命記》 一定要記得摩西所和我們說話 如果你記得摩西所和我們 你遵行的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這是他在說的 這個凡事順利說什麼? 入迦南的問題 《書劍》 《劍》是什麼? 講聖戰 因為他入迦南的時候 要跟加南裡很多民族打聖戰 《因》 你會想到那個拉俠的妓女 上帝的《恩典》臨到一個外邦人 臨到一個外邦的女人 臨到外邦的一個壞女人 臨到一個骯髒的女人 《恩》 《書劍》 《恩》 《仇》 《仇》 講審判 如果你有機會 一會兒 我想今天我們就不會看 如果你回去看《創世紀》第十五章裡面 上帝說 跟阿伯拉罕當時已經忘了 他說四百年之後 你的子民才會入迦南 入迦南的時候 是因為阿摩力人的 不是阿摩力 阿摩力不是阿摩力 不知阿摩什麼 的人 他們的罪惡已經是滔天 於是上帝藉著他們進入迦南 會審判迦南人 所以《書劍》 《恩仇》 仇就是上帝的審判 進迦南 進入迦南應許之地 我想和你多看幾節《若書雅記》的開始 《若我說,仇人摩西死了以後》 《若我說,對摩西的助手,亂的兒子》 若書雅說 我的仇人摩西死了 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者若但何 和我所有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門腳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我所應許摩西的話 賜給你們了 從曠野到這 黎巴亂直到大河 就是又發拉底河 黑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的方向 都要作你們的僵土 你一生的日子 必無人能站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 也必與你同在 我必不雕下你 我也不撇棄你 我意思是你讀到這些東西 很容易變成金句形容 上帝說他不會雕下我 上帝不會撇棄我 你完全沒有考慮到上下文在說什麼 跟你沒有關係 跟他約書也有關係 你當剛強壯膽 因為你必使者百姓承受那地為業 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要給他們的地 只要剛強壯膽 大大的壯膽 謹守遵行我 僕仁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離左右 使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 新年講最好 都可以順利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就夜思想 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這個是我年輕的時候最喜歡的那句金句 會考的時候經常背 會考的時候都要去讀一下聖經 因為這樣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有 不過不是這樣的關係 完全不是在說這件事 整個事情是在說生命記 和約書亞的關係 或者跟以色列人的關係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 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又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也和華 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 不要驚慌 也和華你無論去哪裏也和華必與你同在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當然不行 這個和你現在做的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或者應該說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是在說當時他們要入加蘭的時候 OK 那我們現在怎樣去明白約書亞記呢 其實聖經學者告訴我們 約書亞記的架構其實很簡單 有四個架構 一至五張一個 六至十二張 十三至二十二張一個部分 最後二十三至二十四張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講新摩西探加南 又是猜遣探子 第二段是探完 現在要精戰 成功 失敗 我們喜歡一個成功的故事 其中一個就是耶利哥 我們最熟悉的 失敗故事 記不記得什麼 有沒有記得阿乾的故事 艾成 有沒有聽過 艾成 他們去供艾成 他以為很棒 很容易供 結果供不到 原因是因為阿乾偷了一些東西 上帝說所有的東西都要獻給他 要火燒 但是阿乾自己看到 哇!金銀珠寶 他自己留住 於是不行 然後要找回阿乾才可以供成 爭戰的成功與失敗 其實在整個故事來說 就是耶利哥的成不是很重要的 接著第十三至二十二章 是講土地的分配 不同的支牌 一會兒我們會看 最後立約 你們要不要侍奉上帝 在整個故事裏面 你發現 有一個叫做 應許成全 應許未成 Already or not yet 已經成全的地方 終於他們回到地了 即是自從阿巴拉罕離開了 或者應該是阿巴拉罕 當以撒瓦角去約失那代 離開了這個應許之地之後 都未回去 現在終於可以回去 這個應許 從某個角度來講是成就了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還未成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去看最後那兩章 約書 在這裡和他們挑戰 我們大家都很熟 至於我和我家 我必服侍上帝 這個大家喜歡引用的 都是對的 一會兒和他們解釋一下 究竟在說什麼 至於我和我家 一定是服侍上帝 什麼意思? 他正在挑戰以色列人 你會不會從上帝納約 一生一世 永永遠的服侍上帝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應許 可能是未必會成就的 意思是什麼? 雖然人已經到了地裏面 但是有可能上帝會將他們從地裏面踢走了出去 結果就真的被踢走了 那個叫做秘魯 有沒有聽過? 秘魯回歸 最後回歸 以色列人的秘魯巴比倫 就是因為他們的那個應許 他們背棄了他們的藥 以至他們的應許又沒有辦法成功了 所以already and not yet 我想教你用四個字 暫時先講四個字 接著 最後我給你第五個字 聖學者說 在整個約書下期 可以用四個字掌握到 第一個字 是屬於第五章 第一章字 第五章叫做過去 crossing 第二個字叫做奪取 taking 第三個字叫做分級 dividing 第四個字叫做侍奉 serving ok 那就是每一段約書下記裡面 分段裡面的重要最關鍵的字詞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他的希伯來文的譯音 ok 你不懂得讀我都不懂得讀 沒什麼所謂 不過大家 你看到一些很特別的地方嗎? 第一個crossing 過去是a bar 你看最後的侍奉是什麼? a bed ok 是不是很像? 你看中間的兩個詞句 一個叫laka 另一個叫hala 是不是很像? 這個叫做一個寫作的手法 ABBA 它其實正在對應整個故事 它用一個很藝術化的角度去寫這個故事 約書下記就是關於這個ABBA的 structure 講的這四樣東西 過去 crossing 奪取 taking 分級 dividing 最後 侍奉 serving 這四個詞語 這個四個關鍵詞語都跟一樣東西有關係 就是那塊地 那塊應許之地 他們過去 過去去哪裡? 過去進入應許之地 他們奪取得著應許之地 他們分級繼承應許之地 最後他們侍奉 如果他們侍奉的話 是甚麼呢? 他會長居應許之地 聽不聽到? 明白嗎? ok 如果你看回這個故事 過去就是之前他們在約旦河的另一邊 他們還未進入應許之地 過了約旦河 就是進入了應許之地 進入應許之地之後 做甚麼呢? 就要奪取了 要得著了 那時候約書下還是跟他們在一起 約書下幫他打了幾場漂亮的仗 包括那個艾成是後來的 耶利哥的艾成 這樣就叫他們得著了應許之地 但是得著了 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屬於他們? 不是 但地很大過了很多其他人 於是到甚麼呢? 分級 分級就是 將那些地分給每一個族 你在以色列有十二個支牌 你記不記得嗎? 一定我們會讀少少的 以色列有十二個支牌 於是每個支牌告訴你 你的地在哪裏 那跟著去做甚麼? 跟著去領掌 領掌是不是就這樣 兇手去領掌? 不是 要打仗 但是是你的 只要你相信上帝 只要你跟隨上帝 地就是你的 但自己需要動手 是要動手的 你一定要去打仗 最後 就算你領掌了 現在進去了 你可不可以長居 這個應許之地呢? 就是看你最後 會不會試奉耶和華 有一天你扭太 不試奉耶和華 你未必會長居 因為可能被上帝踢走 這是神學家給你的四個詞語 我想多加一個字給你 這個字呢 是整本書的其中一個關鍵的字詞 這本書叫做安息 這個詞叫做安息 安息的意思就是 永遠遠遠享受這個應許之地 所有東西都是跟這個應許之地有關係 永遠享受應許之地 當然你今天知道 這個應許之地 跟我們就不會有直接的關係 我現在不是在賣以色列的房地產 我不是說完了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投資以色列的話 請在外面跟我們的同工聯絡 然後我可以幫你選擇 你看你喜歡哪一個區 不是的 我們今天不需要回到以色列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影子 所有的東西 過去奪取、分級、侍奉、按食 這些都是成就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這個是最終我們今天活著的實體 但是達地很重要 達地很重要 因為達地是阿伯拉罕的應許 裡面一個很中心的地步 所以我想帶你回去看看阿伯拉罕 你想想我們現在是虐書下旗 但我們現在回去看《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裡面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要說對阿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附加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 這個就是應許之地了 他就再去了加蘭了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在哪裡?在那塊地那裡 我必賜福給你 在哪裡?在那塊地那裡 我要使你的名為大 在哪裡?在那塊地那裡 我要你使別人得福 都在那塊地那裡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他 詛咒你的 我必詛咒他 地上萬族都因你得福 我想你比較明白 比如剛才Edmond說的那篇 《道》 那個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在《舊約聖經》裡面 是沒有全福音到地極這個概念的 在《舊約聖經》裡面 是上帝會給他們一塊地 然後在這個地上面 按著上帝的律法去建造一個國家 而這個國家是很吸引人 吸引到愛邦人 會走來他們的聖山去敬拜 或者你記得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不知道那個什麼女王 來找所羅門 我不是叫什麼名字 什麼女王 這個女王 這個Queen Sheba 來找所羅門 這個就是一個 《舊約時代傳福音》的方法 就是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 Edmond說的那篇困難地呢? 就是去到彼得保羅的時代 他們 《舊約人》仍然在想著 這個是我們一直等待的 上帝 即是耶穌走的時候 他說主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 去restore the kingdom of God 重建上帝的君王 他真的在想著 我們在這塊地上面 去建立一個上帝的君王 然後萬國萬民 喜歡就來做猶太人 就信上帝了 但是上帝在新教育裡面發現 原來一個時代的轉變了 再不是他們來 是我們去 而那塊地再不是重要 聖殿再不重要 在舊約來說聖殿很重要 聖殿只有一個地方 你不可以隨便在香港 建個聖殿 不算數的 一定要是耶路撒冷的 但是今天我們再不用建聖殿 是吧 你就算要開一間教會 也不用像公理堂那樣建的 二樓教會也可以 你在你家裡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你家裡也有個聖殿 那個叫耶穌 耶穌說粉碎 Destroy this temple 粉碎這個殿 三天之內我會重建一個 不是人手所做的殿 是上帝所授的殿 就是他自己的身體 聖靈所在的地方 就是聖殿的時候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舊約聖經裡面 如果你要認罪 要悔改 你一定要去聖殿 為什麼呢?聖殿有一件事 就是血 你需要血 你才可以罪得赦免 新約裡面 你不需要血 不是 你需要血 但是新約聖經裡面的聖殿 已經變成一個屬靈的聖殿 所以我們去到每個地方 我們全揚耶穌 聖靈與我們同在 耶穌的補血 就可以為這個罪人去洗淨 So the temple is everywhere the blood is everywhere everything is everywhere 你明白嗎? 但是這個 在當時的世界 在阿伯拉罕的世界裡 他不知道的 在約書雅的世界裡 他不知道 所以這塊地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這塊地 你去到這裡 還不太肯定有多重要 是應去之地 你去到創世紀的第十五章 就很清楚了 是上帝再次和阿伯拉罕立約 耶穌說 又對他說 我是耶穌說 曾領你出加勒底的吾爾 為要把這地賜你為業 當時他是加蘭的 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阿伯拉罕說 我怎能知道 我必得這地為業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之後阿伯拉罕睡著了 日落的時候 阿伯拉罕睡著了 但睡著了 有一個很黑暗的 在他身上 但是他有耶穌說 一些事情 四八年之後 你的後裔會去那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記得有些 那些抵抵節目都問我 爲什麽 爲什麽他要睡著了 我猜最 logical 最值得相信的解釋 就是因為人不可以看見上帝 人看见上帝就死了 所以你记得上帝来做夏娃的时候 要阿当睡觉 看不到上帝 帮他搞定 不是止痛的问题 是你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 同样一样 你发现阿巴拉罕睡着了 他看不见上帝 但是他听到上帝所和他讲的一些预言 如果不是我们怎么知道 他的预言讲了四百年之后 他们会去到这里 会审判这个迦南人等等 会进入这个迦南人 但是我想说的这里就是 这一块地是会伺你为业 我们还在旧约圣经里面 新约里面这块地再不重要 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块地仍然是重要 OK 好 我想带你去看大图画 大图画 就是当你去明白若书阿记的时候 你要记住这五个 element 过去认去之地 夺取认去之地 分级应许之地 接着侍奉 在应许之地里面侍奉 那你最终就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安息 OK 我们很快我想带你去看四个 element 接着我们最终会 concentrate on 第五个 就是什么叫做安息 什么叫做rest OK 好 先看第一个 过去 一讲过去 其实是第一段 就是一字五章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句 其实就是在讲这条河 叫做若旦河 但我不介意 还跟你讲神迹 我是讲因为过了一条河 就进入了加南地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才知道他是捐艇过的 不过他行了的成绩是对的 OK 若书亚记第一章第十字 于是若书亚吩咐百姓的长官说 你们要走遍刑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间河 进入 所以过的重要性在哪里 是进入耶和华 你们上帝刺给你为业的地方 于是谁带他们过河 是若书亚 我想当中如果你去教会 去得了久 大家要知道 若书亚的名字是希伯来文 若书亚的名字是希列文 就是Greek 我们现在讲的Hebrew Greek是什么 是Jesus 是耶稣 所以在新的 在新药打开的时候 你记得耶稣在哪里受洗 药弹行 而且耶稣受洗 是药弹行的边边 如果你看看药弹福音 是讲约翰河的那一边 哪一边 不是圣地里面那一边 在外面那一边 接着耶稣落水的时候 河有没有开 没有 但是什么开了 天开了 所以耶稣 Jesus is the greater Joshua 他是一个更伟大的约书 约书下落水的时候 水开了 耶稣落水的时候 天开了 为什么 因为进入应去之地 是耶和华的家 但是耶稣为我们打开的 不是地上的门口 是天上的门口 祂要将我们带回上帝 带我们过去 进入上帝的甲 你开始看到我们是怎样 看着旧药和新药的分别 OK 好 快快去去去 过去奪取 帮他们去奪取 跟他们一起奪取的 亦都是约书下 这个讲到第六章至第十二章 在当时的时候 有成功有失败 我想跟你看下第十一章 最后的总结 已经很坏坏了 已经打了那些仗了 OK 约书下记第十一章 第十六节 这么说 约书下奪了那全地 就是山区整个尼格夫 哥山全地 低地 阿拉巴 以色列的山区 和山下的低地 从山西以的哈拉山 直到黑门山下面 黎巴嫩平原的巴力 加得他禽获了 那里的纵黄把他们杀死 这个不是所有的地 而是他进去之后 那里的地 就是约书下所奪 为他们所奪的全地 约书下和 这些黄作战了 很长的一段日子 除了欺美人机遍的居民以外 没有一成和 以色列人讲和 都是以色列人作战奪来的 这个故事是比较怪的 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讲 叫Gibionis 他们扮演 说自己是很远的 我们不是这里的 很远的 听到你什么什么的 扣和 接着他们骗了他们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故事 但是简单来说 约书下带领他们作战 打赢了所有当地的王 基本上那块地 已经是属于他们 过去进入应许之地 夺取了 约书下带领他们夺取了他们的地 接着现在分级 这个分就是约书下分的 分完之后 谁去领奖呢 就不关约书下的事了 你明白吗 就是individually 他们那些 十二 说错了的 那些支派人要去领奖地 我跟你说 第三段 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的主词 其中一个关键的词语叫做分 OK 分级 第十三章第一节 这么说 约书下年纪老迈 他打完的了 他可以见主面了 拜拜的了 约书下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 患有许多静下的未得之地 这是静下的地 我想你知道几样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比喻叫做D-Day和V-Day 是吧 我不知道 这些鬼佬教会 经常都讲这个比喻 讲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我也讲不清楚 哪个是D-Day 哪个是V-Day OK 总之一场 就是那场战役 就是那场战役 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谁赢的了 OK 但是赢了那场战役之后 还要继续打的 但是那些战役 其实只是执手尾的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其实约书下帮他们 年纪老迈之前 约书下已经帮他们打赢了那块地 那块地是属于他们的了 现在就找他们 因为还有很多剩下的土地 他们要去执手尾 你明白吗 其实就不是以色列自己打赢的 是约书下帮他们打赢了 但是由那时候 主要是约书带领他们去打 现在是他们自己要动手了 我想你看到这个故事 于是他剩下的地怎么算呢 第十三章六字这么说 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赢走他们 你只管 我是耶和华 我必会继续帮他们赢走 你只管 照我所吩咐的 抽签将这地 分给以色列为业 接着约书下可以拜拜了 约书下拜拜之后 就耶和华 可以和以色列人一起去赶走 剩下承受那些地 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以色列人到底有几个支派 十二个 为什么九个半呢 知道吗 原来你去看《文数记》第32章 如果你看回以色列人抗野的历史 是有两个半支派 是在河外 河外 所谓河外 就是若旦河外 就觉得那地好 于是他和摩西申请 我们可不可以留在若旦河外那边 当时你看回这个故事挺有趣的 有些人就说 怎么可以 你只是和耶和华没有睡 因为耶和华的应许资计在里面 他说不是 我们都是要敬拜耶和华的 那你怎么可以呢 你在外面那里 结束了 接着他们最后的决议是说 我们会和我们的兄弟 其他九点五支派 一起去打仗 直至打完了 接着我们会回去 不过我们的老婆子女暂时已经安定在河外 那耶和华和我们是有份的 于是摩西就说 OK 好事 OK 你多时间回去看 总之就是 九点五个支派是在河内 九二点五个支派是在河内 摩西把 亚摩利王西王的国和巴山王岳的国 就是他们的国土和周围的城镇 都吸了加德子孙和里面子孙 加德是Gad 里面是Rubin 两个支派 还有约室的儿子 变成马拿西半个支派 所以马拿西有半个支派是在外面的 接着其他半个支派是在里面的 OK 那加上有十二个 好 分了 分了 要自己去打 最后 最后那段 二十三至二十四章 是讲 是逢 我想大家都很熟 但我想和你读完之后 再想一下 究竟这个 其实这个是整个 整本书的高潮来的 我想最后和你一起看看 事奉的重要性 约书记第二十四章 第十五节 若你们认为事奉要的话 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 所有事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 哪边所事奉的神明 这个在讲 我相信是在讲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以前 未被呼召之前 在大河的另外一边 是在吾尔那里的 而在他那篇道里面 是讲的 他在吾尔的另外一边 是在敬拜其他的假神 他说 是你们列祖阿伯拉罕 就是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明 或是你们所住这地 现在是加南地 阿摩利人的神明 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事奉要我话 在我未继续之前 我想跟你说 这个事奉这个字的翻译 很多英文都很简单 serve 但我想告诉你们 一样子 他在讲的事奉 或者他在讲的英文字 和你今天在教会事奉 或者在教会serve 是完全两回事 我们今天会问 阿弟兄 愿不愿意事奉 帮我们按一下powerpoint 愿意事奉 顶拢帮我们带一下敬拜 他不是在讲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讲一个崗位 他在讲的事奉 是exclusive worship 唯独的敬拜 你明白吗 唯独 你服侍耶和华的意思 就是唯独服侍 没有人可以 又服侍耶和华 又服侍其他人 你明白吗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再回来看这件事 好 这四点 这四点 最后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整本 约书亚记的朝向的方向 朝向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永远的安息 永远的安息 因为你最后 你侍奉 你才可以永远长留 在那里 我现在想和你 读一下一些经文 关于安息 安息 约书亚记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 这个是约书亚记的中场 但已经开始讲 约书亚已经为他们 得到了安息 这样约书亚 赵卓尔和华 所吩咐摩西 一切 说奪了那全地 他已经 我不知道 D-Day 还是V-Day 总之 他已经打完了 洛曼帝那场战争 那块地 属于他们了 就按着 向他们列祖起誓 要给他们的 全地 刺及以色列 他们就得了 遗孽 住在其中 又会说 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 所应许的一切 刺及他们 全境 安宁 又是同一样 就是安息的意思 整个地 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中长话 得到安息 这里话 得到安息 中长话 全地 是得到 这里话 全地 是刺激了他们 遗孽 还有 他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一个 能在他们面前 暂立得住 已经赢了 所有的仇敌了 也会说 把所有的仇敌 都交在他们的手中 也会说 应许赐福 给 以色列家的 一句都没有落空 全部都认验了 也会说 所给他们的预言 所给他们认许 全部都认验了 所有的敌人 没有人可以救他们打的 period OK 那故事就结束 你记得最后 最后的细节 最后的最后 是第23 第24章 我现在带你去 整本书最后的高潮 也都是 可能那本书 留下最后的一个文章 也会说 第23章第一节 最后一段 一个section 一个部分的第一节 又会说 使以色列人 从四围 所有的仇敌中 得向安宁 已经给他们安息了 已经有 很多日子了 OK 那是不是应该 大团圆结局呢 在这里 套戏完呢 那就好了 已经很多日子了 但是套戏未完 下一句是什么呢 约书亚年纪老迈 你看到这句的时候 咦 有续集 而且续集开始说 原来 不是大团圆结局的 虽然已经很多日子 很多日子之后 约书亚年纪老迈 那么问题就好了 如果约书亚年纪老迈 约书亚走了之后 我们还能够得到 这个永远的安息呢 怎样可以得着 这个永远的安息呢 那个关键呢 就是侍奉 侍奉 他们怎样可以 在约书亚 为他们得着的安息里面 持续去安息 得到永远的安息 对不对 就是侍奉 但你记得 我所谓侍奉 不是问你 喂 你教会有没有侍奉 你没有侍奉 你得不到安息 喂 圣经这么说 你要侍奉 OK 立刻出去 隨便订阅一些东西 那你就有安息了 不是在说这件事 是你是不是专一 侍奉也会说 这个安息也不是 心理的状态 这个安息是 永远远远 在上帝的国道里面 那个关键是什么 是侍奉 我想带你去看看 这个侍奉的主题 约书亚记第23章 现在我们在看这些 是正面的 接着一定会是负面的 正面地说 你们要大大的壮胆 这个之前开播的时候 是说 约书亚要大大壮胆 现在这个成为 plural 你看到 是重数 你们 因为约书亚要去 但是你们 你们如果大大的壮胆 你没得输的 你们要大大壮胆 紧受遵行 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这个和之前是完全一样的 对称第一章的 不可与你们中间 所正下的这些国来往往来 什么意思 不要跟他们一起拜他们的神明 你们不可提他们神明的名 不可指着他们起誓 不可侍奉他们 不可敬拜他们 只要紧紧跟随耶和话 你们的上帝 就将你们直到今天所做的 直到今天是什么 当约书亚还没死的时候 OK 因为约书亚帮着他们 所以他们紧紧跟随 要找 所以有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 不拜其他的神明 第二个是紧紧跟随 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都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被世界所吸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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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那你有没有紧紧跟随 已经有 好像没有 我又不是做一些坏东西 不过 有没有很勤读圣经 去追求 又好像没有 那倒不是 其实你已经在追求世界 只不过 所以你看到 他是在鼓励中 这个仍然在鼓励中 但是接着后面 就越来越多一些负面的东西 看 这个约书亚在说 我今天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就是什么路 死路 你和我也有份 个个在这里都可以来 公理堂做一个安息礼拜的 一定有生意做 做安息礼拜 一定会发财的 我今天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就是我就是要死了 你们要一心一意知道 也和说你们上帝所应许 要赐给你们的一切福气 没有一见落空 所以因为约书下带领着他们 所有的应许 所有的祝福 已经临到他们身上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 也和说你们的上帝 所应许的一切福气 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下句很厉害了 也和说也必照样使 各样的灾祸 临到你们身上 如果你熟摩西五经 你知道 这个是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的翻版 生命记二十八章 摩西死之前 就和他们展示福气和诅咒 如果你一心一意跟随耶和华 这个就是这些福气在变慢 另外一个 如果你不跟随耶和华 这些诅咒 祸灾全部都去杀你那里 直到他把你们从耶和华 你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地 流乃与物之地 随灭 这个警告 警告 甚至已经预言着 将来他们会在这个地方 避佬巴比伦 你们若违背耶和华 你们上帝 吩咐你们所守的药 去侍奉必臣 敬拜他们耶和华的怒气 必向你们发作 使你们在他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迅速灭亡 约书雅召集以色列的众之派 道士剑 这个是最后一章了 我们去到约书雅记最后一章 他召了以色列人的长老 领袖审判官官长来 他们都站在上帝的面前 和他们再次立约 或者更生那个约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诚意 侍奉他 不如这样吧 一心一意 没有其他的 除掉你们 列祖在大河那边和 埃及侍奉的神明 侍奉耶和华 OK 圣经学者一读到这里 你想想 你要跟上帝更生这个约的时候 有个条件 上帝跟你讲心 但是上帝也都跟你讲金 讲金的意思就是 跟你讲一些很实在的东西 就是你要除掉当中的神明 圣经学者告诉他 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以色列人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 是抱着神明睡觉的 那些神明很奇怪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亚伯拉罕的神明 可以传到他们身上 是不是有些人知道 我们始终亚伯拉罕 听说那个黄大仙 或者是这样说 台湾的马祖很靓 接着我都找人 执了个小马祖 放在家里 晚上就抱着睡觉 但是很明显他们的当中 除了有这些大河那边的神明 也都有在埃及带出来的神明 这些神明没有离开他们 当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里面 他们是有的 于是 约书和他们说 你现在是不是要纳约 你纳约麻烦你扔了这些神明出来 听着先 圣经学者觉得他们是有神明 是自己在家里的 司风也会说 若你们认为司风也会说 不好 今天就可以选择要司风 所有司风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司风的神明 或是你们 所住这地 阿摩利人的神明 就是好像他们已经知道 我作为你牧师 其实我知道你家里拜什么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要理我 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家里拜什么 你快点吐出来 吐出来 你不要死口不认 我不会 要爆你家里的 不过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家里有东西 他不停地拼着他们 你们有些大河那些神明 请你吐出来 阿摩利人的神明 他很specific 知道阿摩利人的神明 他说你快点吐出来 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不会有其他东西 我只是有侍奉耶和华 你看看百姓怎么回答 百姓回答说 我们绝不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曾领我 你不要读这句 你发觉他几次挑战了百姓 百姓的回答 都是很坚决的不疑 坚决不疑是什么呢 他们绝不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 我们不会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的 《聖学者》有一个很有趣 他说 百姓只有一个讲字 在故事里面 从来没有说 百姓是将他们的偶像 拿出来烧掉的 这个小小是 《聖学者》的推测 我这样读 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可能他家里真的不好 现在没有不代表 但《聖学者》很相信 他们是有人收藏的 而《约书》下再三 他们的机会拿出来 他拿不到出来 不拿出来 其实他们一口就说 我们绝不离开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的 绝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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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要去侍奉耶和华呢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曾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宗 从埃及地 围奴之家出来 在我们前面 行了这些大神迹 为什么要敬拜耶和华呢 为什么不可以不信耶稣呢 因为之前欠过癌症 而耶稣医好 那时候拜黄大圣 也没什么用 佛祖如来佛都不行 但后来有人介绍了教会 很靓 为什么不放弃耶稣呢 因为他靓 你继续读下去 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 所经过的各民族 和往此住此地的阿摩利人 都从我们面前说出 所以我们必是奉耶和华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上帝 我想问一下你 你要想一下 当他们采访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会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臣 因为出埃及 问题来了 究竟他明不明白出埃及是做什么的 究竟他明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个如月节的羔羊 究竟他明不明白 出埃及是出偶像之家徒生忌 还是他以为出埃及真的是 因为我以前很辛苦 一个礼拜做七日 又没得吃没得睡 现在都叫做有餐饮食 是因为这样 还是他真的明白 出埃及忌背后的意义呢 这个问题来了 你明白 这帮人其实是不懂耶和华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 这帮人不懂耶和华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不肯放弃耶和华 他说我们坚决要侍奉耶和华 现在你们要除掉 他再重复是第二次的了 我评了自己的机会 画公仔都画出场了 我已经告诉你 我知道你家里在拜什么 现在你们要除掉 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 我知道你有的 专心 专心 画公仔画出场了 一心一意 专心 归向耶和华 真的拿那些偶像出来烧 但他们死都说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一定会敬拜耶和华 但问题来了 他们会不会听耶和华的话 我想说多一件事给你们知道 之前我们去到下一步 为什么我告诉他们 我很肯定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会跟随耶和华 就是百姓对于侍奉耶和华 这个理念是不明白的 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世界是叫多神论 是吧 还有如果你有来听我们第二堂的福音班 Jack A. Packer 说一件事 第一世纪的时候 都很厉害的一件事 叫做综合 宗教 什么 融合 不是 宗教 先试一下 我有写的 宗教什么 是宗教融合 Synchronism 什么叫宗教融合呢 就是将两个宗教连在一起 就是我又信他 又信他 然后将两个抽在一起 宗教融合最好的例子 就是金牛族 金牛族很明显是埃及的偶像 但是他做了金牛族出来 叫他做耶和华 你有明白吗 他将以色列的耶和华 和埃及的金牛族 粘在一起 然后说我两个都信 我两个我不肯放弃 两个都信 所以这里 当他们说 你要侍奉耶和华 没问题 他说我们 我们一定会侍奉他 我们会听他的话 这个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就是说 两个神都拜 因为他们没办法知道 原来你拜耶和华 不可以拜其他人的 书本上是有的 如果你要看生命记第六章 Shema O Israel 最大的革命 你要尽心尽胜尽意 尽力爱药的话 除他以外 你是不可以有其他人的 大哥 我们今天讲福音都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 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主 再画功绳画出墙 你不可能又爱上帝 又爱马 没有人又爱今次 我也是这样讲的 但是 你说者有心听者无意 他说不是 隔壁街的牧师不是这样讲的 他说只要我们肯承认耶稣是我们救主 就有免死金牌 以后就可以上天堂 当然我们也有罪 我们也有罪 没问题的 弟兄 然后有个可能 这个弟兄跟牧师说 糟了 我现在也是炒我自己的饭碗了 就是说有个牧师 有人跟牧师说 哎呀 牧师我真的放不下我的钱 我放不下我的情欲 我放不下我的 我的最 向上爬地位 牧师可能跟他说 我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 只要你的心愿意 是朝向天国 一心一意追求上帝 尽管你跌倒 你可以起床再去 这样回来想想 不是的牧师 我可不可以又信耶稣 我知道我的罪 我需要耶稣 我可不可以信耶稣 继续追求一下钱 少少行不行 那你现在作为牧师 你有两个取向 你一是说不行 你一是不行 那你就没有了生意了 一是你说 其实我们都是很软弱的 牧师都是贪钱的 我告诉你 我做了这么多年牧师 我其实都是很贪心的 明白明白 没有问题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 一样搞定 那便做成一宗生意了 对吗 但问题就来了 其实我们是不是传了一个正确的福音 其实你发现由旧药去到新药 无论是摩西也好 约书亚也好 他说的东西是很整理的 你说约书亚是翻版 摩西也是这样说的 约书亚真的是一个很英俊 他学了摩西的东西 他知道 不过他说得这么清楚 那帮人都是猛性成 为什么我知道那帮人猛性成呢 因为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叫做摩西死了 不是 约书亚死了 下一本书叫做史诗记 如果你一个月之后回来听史诗记 你就知道了 无骨悚然的一本书 无骨悚然的一本书 不是因为史诗记里面 再没有人去敬拜耶和华 无骨悚然的地方 就是个个口头上都说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 下会有很多人 但是很多人里面说耶稣很靓 耶稣什么 就是如果你把耶稣全部插掉 他只是听教会里面说 上帝为他做了些什么 你发现其实和黄大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你发现原来铜鲁湾都是黄大仙站 原来全香港所有教会都是黄大仙 那你才突然害怕 所以我说当我去想起那些神学家 说其实在约书雅记完结的时候 约书雅很明显挑战 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其他的神明 而他们最后只是口头上说 我们会侍奉 我们会侍奉 但是没有人在家里拿一些偶像出来 他告诉我们这班人 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以为他可以 好像服侍其他的神明 一样的服侍也好 其他的神明怎么服侍呢 你不用只相信我 你可以相信其他人 撒旦最棒的地方 你不用拜我撒旦的 你有时都不一定贪钱 贪钱不用贪尽他 一时你喜欢给教会一些钱都可以去 撒旦是一个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 就是很狡猾的一个神明 因为我们的自私 因为我们的慈离 因为我们的自我忠心 我们会觉得当上帝要求我们绝对的忠诚的时候 我们觉得上帝很mean 是吧 我们觉得上帝很mean 是吗 很刻薄 事奉撒旦就不是这样 撒旦说 有时贪下 做人 人都为己天诛地灭 不过如果你有时 有时久不久想做好事 都随便你 撒旦多好 喜欢做善事 他又说OK 他妈又OK 他妈又OK 做什么都 就是人要均衡一点 是吧 但有没有想过 这个就是他搞坏的地方 他容许你走占这件事 而走一走 其实你走一条地狱的路 你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大家想想这件事 我也想跟你说 上帝最后呼召我们活的 忠诚的人生 是最美的人生 是最唯一真正喜乐的人生 OK 我想带你去身容 这一切最后在十字架里面成就了 OK 耶稣是新约的约书 耶稣是更大 最终的约书 OK 耶稣带你我们会进入这个约书 很多人说福音就是这样 耶稣就是新的约书 耶稣为我们得着永恒的安息 如果你愿意接受 那你就可以得向这个安息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你记得其他那四个字 那去了哪里呢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呢 就是你是不是short cut了呢 你是不是short cut了约书记呢 你忘记了过去 夺取 分级 侍奉 OK 那么说 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 是约书亚带他们过河 在新约里面是耶稣带我们过河 河是代表了上帝的审判 因为你记得罗亚洪水 是耶稣带我们过河以至我们回到两帝的面前 OK 是耶稣为我们夺取 夺取什么呢 打赢那些军王 打赢了撒旦 耶稣为我们得到那个D-Day 忘记了D-Day 还是V-Day 你明白我的意思 耶稣打赢了 是耶稣分了地给我们 分完地之后 耶稣就没有老死 OK 但耶稣说现在到我们 我们要去做什么 你分到地了 接着你做什么 你去打仗 我们穿上全部的军装 打熟灵的战争 迈向天国 奔跑天路 怎么样奔跑 怎么样迈向 侍奉 我再说一次 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 要将中文正经重新翻译 用这些新的字眼重新 没有人重新 因为一说侍奉 侍奉有没有侍奉 有 就是很容易误会的 正如当时不停问他 你要不要serve the Lord serve啊 怎么serve啊 就好像serve其他神明那样serve 拜得神多 是由神庇佑 十几八个 拜多的东西都没什么所谓 你侍奉不侍奉 侍奉又说侍奉 为什么不侍奉呢 都已经拜了九个十个 不仅再多一个 我们的侍奉的观念 是完全错了 今天你一读圣经 你说读侍奉 有没有侍奉耶和华 是的 安息连了一年 不如现在快快去侍奉 就是不解决的问题 问题就是 我们是不是忠诚专一 去侍奉耶和华 因为这个 是整个 我们得着 永远的安息 的关键 我想带你去看 这个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希伯来书 不是约书阿记 希伯来书第四章 这个是我们最后 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 不过很困难 我们有一天 可能我们都要讨论希伯来书 那我们可以讲一点 希伯来书第四章 是特别讲到 约书阿记 和耶稣的关系 他这么说 若是约书阿已使 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上帝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 我想你 希伯来书是很难明白的 这本书应该这么说 很容易明白错了的意思 这个意思不是说 约书阿给你这个安息是假的 如果你看回前面 第七节第六节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 他说后来 大卫在他诗篇里面 是预言有另外一个日子 另外一个日子 Another day 另外一个安息日的日子 上帝应许了 因为如果你知道以色人历史 大卫是约书阿之后的人 好几百年之后才出来的人 所以他说 约书阿的安息 不是最终极的安息 约书阿的安息是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是指向别的日子 就是大卫所预言最终的安息 那就是耶稣 但是你说约书阿的安息 是不是真安息 是真的 不过是影子安息 希望你明白 不明白 你再想想 这样看来 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为上帝的子民保留着 这个安息日的安息 就是说耶稣里面的安息 新约里面 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人 也是揭了自己的工作 正如上帝揭了他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进入耶稣的安息的安息 那我们现在得着天堂 是不是 不是 所以 你看看 很有趣的 连接词都是所以 因为你现在在耶稣里面 得到最终的安息 所以我们务必 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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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力进入那安息 揭力 揭力 不揭力 之前又说我们揭了 揭力 揭力还是揭力 你明白吗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选择 揭力就不用揭力 揭力就是靠行为 就不是揭力 圣经是both 不是either or 是both and 因为你知道 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安息 这个安息是你和我 是顶 我们做不到的 你明白吗 没有人可以 代替耶稣去成就那个安息 没有人可以代替耶稣 去得着救恩 耶稣帮我们成就了 那现在到我们干吗 但是分了给你 那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进攻 我们现在揭力进入那个安息 因为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安息的场所 没有其他安息的地方 There's no other God 没有其他的神明 靠着他的名字 可以使人得救 于是我们是什么 我们揭力进入那安息 接着你看他说什么 免得有人学了 不信从而倒了 不信从 你记得前面我们讲 你怎么可以永远在那个安息里面 信服 喂 师奉 这个不信从 不是侍奉的相反 你揭不揭力进入 揭力 耶稣自己也是这么说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你们要进窄门 耶稣说你要努力进窄门 但是你认定 唯有耶稣有那个安息 没有其他的宗教 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得到这个安息 这个最得赦免的安息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那于是怎样呢 我抛弃所有 只是要进入这个安息 我想带你看回 都是希伯来书 不是约书 第四章第一节 都是上下文的 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仍旧存在 我们就该存敬畏的心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 似乎没有得到安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希伯来书 不好意思 应该要插毁了他 希伯来书是讲的什么 希伯来书是讲的一帮基督徒 在罗马 一帮犹太人的基督徒 接着有一个牧者 从耶路撒冷写一封信给他们 当时基督徒受了很大的迫白 甚至失去房产 有些坐牢了 因为这个缘故 在罗马的这间小教会的基督徒 开始停止聚会 你记得 希伯来书第十章 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好像哪些停止惯了那些人 什么叫停止聚会 不再信了 但他又不是不信 因为当时 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信犹太教 你是有法律保护的 于是那个隐忧是什么呢 其实我回去做犹太人也挺好 我都是信耶和华的 只不过在口上说信耶稣 我都是仍然上帝的子民 所以他们当时所谓不信 就不是不信天上有上帝 是不再信 叫耶稣 而这样他们已经不受逼迫 于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牧师 写信给他们 那个信息是什么 No! No! Hell no! 你不信耶稣 You're going to hell! 没有其他的安息的所在 你放弃了耶稣 你所信的犹太教 其实是一件死物 你明白吗 犹太教之所以是真正的宗教 是因为他联想耶稣 因为他指向耶稣 如果你所信的犹太教 和耶稣是断绝了关系 那个是一个异端邪说 是世界上的神灵 然后他说No! No! Hell no! 所以他这里所说的 他说免得有人 不信从而跌倒 这些人 他说你一定要 你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 无论你付上多大的代价 都不可以放下耶稣 你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 以致免得有人不信从而跌倒 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 应许仍旧存在 我们就该畏惧的心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 似乎 你不是很明白 似乎可以cross out了他 没有得到安息 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失去了他的安息 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 将传给他们一样 原来当时有没有福音听 都有福音听 所以我不是跟你说 我不是说约书亚没有给他真的安息 其实有的 不过那个真的安息 是一个影子的安息的指向 当时的人都可以信主 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 他说约书亚的那帮人 结果在《诗诗记》 你就知道他们的真面目 对他们无益 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配合 问题是什么 是没有信心 是没有信心 OK 我想to be fair 加多一节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了这个安息 进入了这个安息 但我想你用这个约书亚记的概念去想 正如当时约书亚记人已经进入了安息 他已经进入了认去之地 问题是他会不会留在这个安息里面 会不会留在这个认去之地里面 怎样呢 侍奉 靠侍奉 不是在教会侍奉 是专心专意 去侍奉上帝 所以我们务必 决力进入了安息 免得有人 学了不信从 而跌倒了 OK 关键是什么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真的信心 真的信心 OK 你说我们基督教师都说 我们恩信轻疑 是不是恩信轻疑 是 但问题就是 你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 真的信心是有行为去back up的 什么叫真信心 最后带你回去看 没有时间 你有空听回我的加油站 我加油站其中一段 是讲拉合的信心 正学者告诉你 让我们知道其实在最终 约书亚记的最后 讲到约书亚挑战意识的人 其实是没有真信心的 因为他们的偶像 画不到出来 相反 在约书亚记里面 他已经告诉你 真信心是怎样的 真信心竟然在哪个身上见到呢 是拉合 拉合的真信心 拉合的真信心有三个特质 我们很快 没有时间跟你看那些圣经 但我就跟你开个米 真信心是胆战心经 聆听福音 他说当时的人 我们听到上帝所做的通过 就是为你们所做的事 我们已经心寒 我们知道我们输紧 胆战心经 聆听福音 真信心 盼望恩代与神立约 你记不记得 他捉住那两个探子 他捉住那两个探子 他说你帮我求一下 不是 他其实很有信心 他说 我放了你们走 不过你要答应我 是吧 你要恩代我 你要恩代我 与神立约 真正的信心是 气势变捷 追求天国 有没有记得 他被探子进去 放他们走 其实他在做什么 他变捷了 他本来是属于 耶利哥城的人 他竟然被敌人进来 又被放敌人走 还被敌人带队 再铲进来 是什么 叫变捷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变捷 不是叫你做香港二五仔 或者公理堂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在画这个图画 这个图画是什么 什么叫真信心 再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 是为另外一个上帝 放弃所有他的旧的神灵 唯独去追求要求的狐独 这个叫真信心 坚持到底 必然得救 我们去祈祷 主要帮助我们 真是思想这一切 实在是很难 在短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完全地掌握得到 但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很需要在这个时代 去很仔细地思想 每一段旧约的圣经 但所谓思想不是 想到一些很聪明的地方 然后就立刻应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说 如此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而是我们看到整个救恩的图画 在约书亚记里面 彰显给我们看 主耶稣基督是新的约书亚 祂为我们过河 祂为我们夺取那地 祂又将那地分给我们 以至祂叫我们 去占领这个地 而上帝必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与上帝同行 当我们专一服侍祂的时候 我们必能走到天路的终极 我们必可以承受新天新地 求求祂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会不顺服祢 而跌倒 失去了 你的救恩 让我们在安息里面 永享祢的安息 直到永永远 再次多谢你 我们这样祈祷 希望主耶稣基督明明 阿们